武汉肺炎的最新疫情 目前台湾有确诊是18例 在中国大陆地区确诊是来到了59000多例了 当然中金融时报也点名了 武汉肺炎的疫情会重伤四大产业 包含了制造业、零售业、原物料跟观光都很惨淡 尤其现在中国大陆各厂的复空状况不太一样 让整个供应链都害怕 现在也传出苹果要加码下单台厂 方形模组四镜头Face ID也要升级 iPhone 12最新画面曝光更传出苹果加码下单台厂 疫情延烧加速部分委外设计制造厂撤出中国大陆 但台厂向光达在泰国的笔电厂最快第二季才能试产 人保越南二期厂房也要年底才能量产 就算苹果此时要再加码恐怕也要再等等了 我们很多公司的营收都会减少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经济受到影响 消费会减少 所以世界市场也有一定的比例会跟着递减 像是华硕一月营收232亿元月减将近三成 更创下9个月来低点 而鸿海路场复工路透社报道 2月底将有5成 但鸿海驳斥传闻不实 13日股价收在84.7元跌幅0.49% 而台积电则是收平盘在330元 平常看到你觉得手机电脑好像就是成品就看到 可是其实它的零组件都是上万个以上的 所以它中间牵扯到的很多 有些甚至只是化学材料 或者说要化学品而已 那这个都会影响到 打击全球制造业金融时报更点出经济重灾区 包含中国大陆观光客每年旅行支出2790亿美元 也随着搬机取消而消失 进口萎缩重创原油需求 每日大减20万桶 零售消费更是直接激动 在SARS的时段的时候 其实中国的GDP占全球只有4.3% 可是到现在的来看的话 其实它占全球GDP已经到达16.3% 所以它成长了快四倍 那也就是说其实它整个的需求会影响到全球 包括像制造业来讲或零售业 牛津经济研究院更下修 对今年全球成长率预测 将从2.5%降到2.3% 创下2009年来的最低点 东森财经新闻刘佩席博博聪 综合报道